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种片数呢 我之前遇到过 他之前假过我 但是他假过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片数了 我之前怎么知道呢 就是因为我们维格斯团 平时有全国各地的小伙伴都给我们投稿 比如说 想什么诈骗了 串销了等等 黑油很短 也就是不方便做的内容 都很短 但是呢 因为我们经理有限 我们不可能每个投稿读字 不过所有的投稿 我都看过 包括这方面的诈骗 什么之类的 我都看过 群伦局有关于《插眼女》的报道 当时他是被骗了 所以说 我就了解了这个片数 他把他经理过 没有收光 我也就是制作了这方面的这个片 所以呢 就是我们维格斯团 没念的三百分之后 就发一首放片的歌 叫《放片之难》 我们每年三百分之后 都会推出这份《放片之难》 什么叫做 念了作法的片数 但是呢 这片数全是太多 烦心太快 我们这一首坑的是搞不开那么多 于是呢 今天 我就专门录这么一个视频 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分享一下 我刚遇到这个片数 好 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插眼君》 他女人先讲你不行 但是他家里 他并不是中伤投稿家的 他是有软件家的 他是软件特别牛逼 比如说 他是人类一把年家的你 他可以把你的六台记录给设成人类一七年 或者人类一六年 你家的他 并且你还给他说过 你好 你们还聊过天 就是弄得非常早 这段时间 可以车一省这个 这个就很神奇的 然后呢 就发朋友圈 说 失败了 男朋友把我水了 等等 等等 多态了 等等 发现很勾选的那种决心 你看你朋友圈 一看 咦 怎么没说这么个人呢 我以前没见过这个人呀 这是谁啊 按照中伤人类的形态 他肯定会打开这六台记录 我看一下 我给他说过什么话了呗 一看 哟 两年前说过话了 明晓了呀 谁呀 确实是我跟他说的呀 确实是我家的他呀 谁呀 就这么说了 这样 假说如果说 你问一下 你是眼 或者说在吗 你问一下 这个之后啊 他就会会一句 啊 对不起 现在行性不好 而且我现在不想聊天啊 后来再说话 肯定不会玩 骗子再摆笑 你说话都不会 他算什么骗子 然后等那么三四天之后 他还是忠忠跟你说话了 他说 对不起 我拿来行性不好 是不是说话冒犯了你了 是不是很不礼貌呀 你说话都怎样说出来 你可能说 你也没礼貌啊 你怎样怎样 你能说这个吗 你就说 没什么 你当时怎么回事呀 遇到什么事了 或者是你又不问 太为太为自己 说出来的 等一下等一下 我被我男朋友甩了 我想心情非常糟糕 我就一直在犹豫 我是借着上班的 我是回家的 帮我外公去种茶业的 他就问你说 你能不能给我拿个主意啊 嗯 你怎么说啊 你你你 你跟他又不顺 你能怎么说啊 我和你说 你自己是你自己做主意啊 他就会这么 他说我外公从小 把我妈妈给照顾他 我妈确实了 我爹死了 外公很肯定 不能照顾他 反正把自己说的 跟一个宣秀宣秀似的 我想回家 给我外公去献一份消心 把他种了 他给非难非难 但是呢 我又非常热爱这个工作 我又舍不得离开这个岗位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 如果你还不表态 他会接着这么说 其实你不知道呀 我干的是茶减 我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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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我长了天 因为不用心 我恰来把手指数给嚼碎了 弄了机器 弄的很危险什么的 这时候就有很多人 开始按照他的套路走了 就说哎 这么危险还敢什么敢 回去陪你外公去吧 他会说好 谢谢你啊 那我回去陪我外公卖茶也去了 然后呢 接着几天 他的朋友圈都会发一些 也坐火车 或者坐飞机的一些动态 然后接着几天朋友圈 他会更新一些 在天间闹躲的这些动态 比如说就是吃草了 吃沙虫子了 这些外部东 反正就是在天间 改活的这些东西 这时候呢 如果你跟你说话 他就说我在天里忙着了 我没时间说话 然后他朋友圈的每天更新多少次 在天间闹躲的这些动态 一直持续大约半个月左右 到半个月之后 他会跟你说 这是我心裁的茶 我外公刚炒出来的 因为当时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谢谢你开导我 现在我想送你一包茶颜 你炒他怎么样 他也会跟你说 这个茶颜 绝对不会要你钱 因为他说 如果你收快递的时候 是获得付款 你可以不说 都这么跟你说 当时加我的那个茶颜 他就要给我 我没有要 因为我知道他下面要干什么 万一他在里面 加入了APTS4869 喝了之后 变成了我外表看的小海 其实全是个小屁海点 茶颜呢 那怎么办呢 如果有人要了之后 这快递全是个快点 你全是茶颜 你一分钱不要 你备合 他送你 不过送了一会 问你怎么样 你会回来 他回来 他回来再送你一包 又送你一包 送你两包茶颜 然后呢 等你送完两包茶颜 这都15天 6时间过去了 这个月就过三分之了 然后呢 这时候他突然间 也发朋友圈 他很少跟你聊天 你发朋友圈 关于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你就看他这个紧张 每个时候发什么朋友圈 他都是有数的 你看他要用的一个话 他不可能就讲 你这么一个人 他会压很多人 你为什么你感觉他发的朋友圈 都是针对你的呢 就是因为朋友圈呢 他可以设置了很多 不同的分阻 又符合他要求的那一帮人 才能看到 也可能是一个人 也可能是一花人 这时候呢 这时候他一发朋友圈 他说我外公主缘了 现在外公主缘了 现在得需要一料费 现在等等的 得需要得欠 你拿弄钱呢 那拿弄钱呢 抽死我了 他发那朋友圈 发动态啊 他不如这样 我你要的 有人认识 那我差一点 他给在这下面 就给了 你不给呢 他也不会引药的 这时候呢 他会主动跟你聊天 然后呢 就跟你说 我现在心情就不好了 我外公现在主缘了 你得陪我聊会呗 上次你给我聊 我发送了不少 上次你得陪陪我呗 然后呢 有意无意的就说 现在得几个钱干什么的 不服你引药的 他就会这么的暗示你 如果说你挺不动这个暗示 或者说 你挺懂了 你转活动 你就当不知道 他就不会再说什么 他就不服你引药的 因为相片 你的主要有狠道吗 不及于在这一世 他之前用的这几个图景 因为能骗到很早的人了 他觉得你很难办 那你就可以进入下一关 接着被他骗 大约在过一个星期之后 他会发动态 发朋友圈 他会说 我外公出院了 我非常高兴 等等等等 这个时候呢 距离他认识你 就他家你那个时候 开始算 大约已经过了 有278天了 你整整一个月 也就会长那么三四天时间了 这时候呢 他就开始中间跟你说话了 他说我马上就过生日了 我看上一个生日礼物 当时他给我发的 就是一个补娃娃 这是勒娃八十块钱 他发的是一个淘宝链接 他说我喜欢这个补娃娃 勒娃八十块钱 但是呢 我外公中院花了 我不说钱 我现在喜欢就送八十了 我现在非常逍遥 这个补娃娃 你能不能见我勒娃娃 我把这个补娃娃买 他不要 他只要说假 有的人可能就会说 你看我都和他聊宝差矣了 其实 这个差矣 他送 他送的都怪我宣言 你看他为什么 因为是聊宝差矣 他为什么 他分两次送 他不是一次送过来的 因为你一次送过来的话 你感觉你有 他送你 他不想送你两宝 他就还送你十宝 你就感觉 就欠他一个人秀 那他怕这两宝 他分两次送 你就感觉欠他俩人秀 他送你两次 算是十块钱一宝对吧 两宝他也热十块钱 他给我了试 我给他了试不行了 我平不给你了呗呗呀 你要是这么死完 他肯定是这么会死 但是呢 因为我们感觉现在欠的病 不是欠的病 不是热十块钱 我们欠的是他俩人秀 你俩什么花了 不能有一个花的机会 他外公主缘的时候 你有装看不懂 你说我不能花这个钱 这时候人都有个愧疚心理 这时候你感觉 有欠了他一笔 这时候他给了你一个说罪的机会 他问你姐那杯花钱 记住哈 他说的是姐 而不是要 你姐的话 有的东西回想 他既然是姐 他后来还会还了呢 我这样一把人性还完了 我钱还不丢 他后来还会还我那杯的呢 这时候就开始刹那了 当时他问我要这个生日六五的时候 我就来试探了试探他 我就问他你就想要这个是吧 他说是呀 我拿这个吧 我把这东西买了 我送你怎么样 他说不用这么麻烦 你给我欠就行 你给我了个块钱就行 我自己卖 我不管你卖 他就是说信 我也不会给他买的 我不是不能给他买 这就有问题啊是吧 我又买的话 你有钱不会还 你为什么不得想花了把事呢 然后呢 我就对他说好 当时呢 我就已经有华盛日记这款软件了 这款软件 在卖能升线 分享能转钱 有感兴趣的 可以死了我 免费获得这款软件 软件做任务 每次可以获得无缘陷阱红包 每天次数不行 红包不断 我去搜了一下 看到这款商品 他有LV50的优惠券 用这张券之后 这需要花30块钱就能卖 然后我跟他说 拿给你张优惠券 现在这个商品 那你80块钱不但用不了 而且还能再找你50块钱 这个LV50券多好呀 你就置这个数 当时说这么一句 然后觉得说下一句时候 他就把我拉黑了 这时候我觉得很愚悶 你知道吗 我玩了他一个月 最终让他把我拉黑了 余生的经历下 我有这个女的家伙 之后我就觉得 这个应该就是差言诀 有没有看到朋友圈发的 这些欠识和差言诀差不多 当时我就把他的动态 我接了兔 发往朋友圈下了 这朋友圈可以设置分走的 刚才我也提到过 我设置的这个分走是 只有他看不到 别人都能看到 然后我想当于 跟大家在科普直播的方式 来解释他的片数 一开始我还是持货疑的态度 我感觉他是差言语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我没有适得把握 但是呢 后来 简洁的看他的朋友圈呢 明明是 这些是最近三天的冬天 一开始每多少朋友圈 投影圈每多少内容 就这么一小会的功夫 参与参与马上张 圆里面短 都是专账的画面 而看他的意思就是说是 这个耐忧给了他 举恶大台费 多少钱呢 他也没耍完 然后说他要给大家握一个游戏 对方给他转至少三百国线 他有个显格的 他对方给他转至少三百国线 然后呢 给他转的话 他一乘以十倍的价格转回去 他我转三百给他 他转三千给我 我转五百给他 他转五千给我 就这个样 这时候我感觉他并不是差言语 而是领域中吸引着诈骗形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他截图 包括他都有八个漏洞 那截图的时候 他不是会把收集的事件 接进去吗 结果发现 他截图的这个事件 都比发扑确的事件 超五分钟 那么这五分钟在干什么呢 据我分析 他可能是在用 微商固然语论的那种 做家账的转件 在做托的 当然也有可能说是 在前小号登录 如果还小号的话 那每次都换个偷笑 还有换这些东西 很麻烦 感觉欠着的可能性大这个 而且呢 我微信上有一个好友 观察的比较细致 他看出了一个模拟 基本上是这个人呢 他一开始是 给鬼迷剪钱 剪五千块钱 结果就是 那的钱明明是五千 收款的时候 变成了五万 那你这样就很生气了吧 剪五千怎么能收五万呢 然后呢 我微信上还有另一个好友 他是在下面给我评论 他说的这个也非常有道理 他说的是 既然他想把钱 发给你了 他都想给你钱了 他为什么还在乎 你给他多少呢 还让你钱给呢 他直接给你不行吗 他现在要给你五千了 他为什么肥的在乎 你是不是嫌给他五百了呢 就比如说 我给你赚三百 你给我赚三千 那这样三百我不赚了 你给我赚两千钱 他肯定不干呀 所以说这个骗术呢 我感觉很高笑 我感觉不会有多少人上当的 咋骗术 我感觉就是很高笑的骗术 最可怕的就牵出了 茶爷女的这个 他就是 多狠呀这个 给你撂一个月 就是一个月的数人了 我们熟悉我们感觉骗的就是骗一下赚了租 哪有个骗一个月的 其实还真不是那样 这么算 那茶阶集团他乐手 乐手先买的 那么喝不到乐手 就算乐手先买的 他骗你一个人一倍吧 如果他一个月骗十个人 那他一个月就骗了一千把 如果一个月骗一倍个人 他一个月就骗一万把 我为什么说他骗那么多人呢 你看你给他说话 他就不会 他说我改喊了 他能整改喊了吗 他那时候在这聊天呢 他不知道骗多少人 他每个人都在转回喊了 哪都哼唱事件的 这也是个体力话 一般都是干不了的话 如果说是我们同创历史的那种骗子 骗一下就跑 无论骗出怎么繁星 他无非套不过 江湖上冲击着 风妈咽犬的四大门 风什么的 风就是密封 我样样的一片 人还在说 当中我们非常常见的就是像那些 弓箭发什么给你打电话 轮轮给你打电话 警察说 一会发愿要给你探吧 有发愿要打电话来了 一会教育就给你探吧 教育就打电话来了 一会即生一般给你探了 很狠很狠 轮上来轰炸去 有个疯 骗完就跑 骂的 骂子就算想笑骂犬 骂犬随销 无党举全 咱俩一般的就是一种 单独的那种性骗的 就一个人 而且一般上骗的都是那种 说话都不敢好胜那种 就比如说高考呗 有人说我是高考抢说 我给你小孩去提高 考情况啥北达 等等等等 转骗能学习不好的有钱人 考了哈 你给他订金什么的 给他订金 拿订金跑了 那你个人你把自己插你下来 当时你还打算招挺好的 你得也犯法的 你就真吃个哑巴奎 三万呗 眼就是眼消敲玲珑 基本上都是女的多 就女的单独性骗 想插眼女 他就属于验子们 那你有感觉他鬼卡链 他就一直在给你装卡链 如果说是一个五打三 从老爷们在你面前装卡链 他说情了 有被和中间问一个冷卑窝 他说被女朋友给帅了 我多卡链 怎样怎样 不会有多少人通讯他 都会觉得人很玩 很可笑 不会觉得卡链 下面来说一下这个犬 这个犬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骗子就跟你削犬 现在要冲的一样 很警犬 一要一个追 他知道你学要什么 就一句俗语 大家都知道 叫苍蝇不定无缝的带 就这意思 比如说你从大陆边 你捡了一张银行卡 下面就说幸贿的 下面印了密码 说里头有一百万 你说怎么办 哪不不被冲完 他不敢保养幸贿的 他不敢什么争议谁 往上去换换一手 就去学习呗 结果你手的密码 他就去不出来 看着银行卡上 写上一个科夫电话 打过去之后 这个科夫就跟你说 你要是想把钱取出来呢 你得去交这个 无限块钱的手续费 由着他签约 做钱的已经被锁死了 你需要无限块钱的手续费来计划 你想我花我钱 我能一百万 我太值了呀 你把钱给他打过去了 打过去之后呢 整个钱你还是去不回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现在的银行呢 他为了对付这种诈骗 就说万一 你把他等路面挖 给破解了之后 你去的钱 做了这么一层安全措施 你缺欠给等路的是两密码 能用等路的密码 能看到钱 但是你取不出来 缺欠你需要输入缺欠的密码 骗子就利用了这一点 所以问一下 如果说当时你就是不贪心 咱们以为我跟我没关系 我不要 这样他怎么能骗你的 你要是不想要的钱 怎么骗你的 所以说苍蝇不定无缝的干嘛 这就是创世中的 风骂烟雀 骗输入四大门 大家一种注意一下 不过总的来说 专账的这个骗输 就感觉很高效 我觉得不会有多少人伤的 所以看怕的应该就是 创世中的 他不问你咬钱 这回不是咬 还是鸡啊 这都是聊天 聊了一个月的数人了 还给了你聊死东西 现在问你捡了不过钱 你能不见吗 所以今天给大家录了这么一个视频 还是希望大家能注意一下 从网上不要轻易相信 除无外科史探 还有另一阴影史之外的人 好了 我们另一阴影史 我现在占用的是 悲飞经 悲飞病 等等这些故事事件 我们讲的还是要 回答网友这个问题 这个网友问的问题 比较好玩 来给大家答一下 网友的名字叫 叫什么叫恨国子 叫死没了 这实际上 先有鸡还是先有胆 有恨的种说法 我们先说第一种 先有鸡 鸡蛋鸡蛋 先说鸡 胡说蛋 所以说先有鸡 第一种是说先有胆 意思吗 因为在西方四点 胆在鸡的前头 蛋的数字模式 那个鸡的数字模式 在阿波斯特阿佛格 和一鸡克拉摩呢 所以鸡在后头 第三种说法 还是先有鸡 因为鸡 它是由空洞进化而来的 它是有进化 是有个过程的 它变成鸡之间 它不是鸡 它是个什么来起巴子的玩意 反正是哪个东西的时候 它下的蛋 付出了鸡 所以说付出鸡的这个蛋 还是上个东西的蛋 所以不是鸡蛋 鸡下的蛋 它叫鸡蛋 它变成鸡之后下的蛋 开始鸡蛋 所以说先有的鸡 后有的蛋 前提是 你无理无理当中的这个蛋 它是个鸡蛋 如果你对我回答的这个问题不满意 我们来问一下 任公职能 小爱同学 它怎么回答 小爱同学 鸡 鸡 还是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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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 鸡鸡 有两种发法 可以向我们听吻 一种是需要花费一份钱才能听吻 找种问题一点由人收听之后 提吻和会答双方都可以获得死毛无分钱 有两个人手腾就是九毛钱 一次论腿 乘整笔里函数 如果提出的问题没有被回答 这一分钱会在48小时之后 退回到你的账户 这种方法需要大家打开微信 关注我们另一阴影师的公众号 账号是打写着另一阴影师的 拼音收子母后家886 关注之后发送来于提吻 变开或取刀的链接 由详细的介绍和我们的手里接拓 打开的这个网页 已经直接拓到页面最下方 下面有一个阅读院位 点下这个阅读院位 你就可以直接来提问了 如果你不想花钱的话 你可以用低了中方法 那就是关注我们 另一阴影师的微信公众号之后 直接在会发传后 财讯问题就可以了 我们依旧会恢复 我们每一期节目 会在以上两种问题中 随便条件出那么一两刀 放在节目里跟大家来分享 如果你的问题不想被分享 请你在提问的时候 一定要注明 否则我们某认为是可以分享的 当然为了保护大家的因此 我们会在各位的名字上 打上马太克 好 风声 雨声 杜手 声 拉雅 祥银 贼好听 新鲜好玩 热点子 今天雷一 英一 是我们并且继续 下期再见 就快点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